台北市線上教學影片 高中化學科 今天我們所要討論的單元是 氧化環原低定1 主講 和平高中 劉士辰老師 這裡有一個錐形瓶裡面裝了 50毫升未知濃度的硫酸芽鐵 那我們如何測得這個錐形瓶內 硫酸芽鐵的濃度呢 我們還記得酸解釘釘實驗嗎 我們這裡可以利用類似酸鹼-D釘的方法 來測定它的濃度 可是硫酸芽鐵既不是酸也不是鹼 我們如何測定呢 不過硫酸芽鐵我們知道它可以被氧化 所以我們通常會利用一個 乙滋濃度標準液 強氧化劑過門酸甲溶液 來進行低定實驗 所以如果我們利用的是 氧化環原反應 利用一個乙滋濃度的溶液 也就是標準液 去測定另外一個 未知溶液濃度的這個過程 我們就叫做氧化環原低定 本單元有三個學習重點 首先我們要說明的是氧化環原低定的實驗過程跟步驟 接下來我們要說明氧化環原低定的終點 以及當量點 最後我們要說明氧化環原低定計算的原理 以及如何利用這個原理來求出位置濃度 我們來看氧化環原低定實驗的操作 首先我們在低定管中 裝入乙滋濃度 0.1m的過門酸甲標準E 接下來 我們將一定體積 也就是50毫升的位置濃度的硫酸液體 裝在錐形瓶當中 因為過門酸甲的低定必須在酸性條件下進行 所以 在這個地方 我們加入1m的硫酸30毫升來酸化它 那如果我問你 我們可以加入鹽酸來取代硫酸嗎 其實 這裡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看 鹽酸SCR的氯 它的氧化素是-1 很容易被過門酸甲氧化成 氯 氯分子 那這樣會影響到低定結果 好 那 硫酸的硫的氧化素是-6 已經不會繼續氧化 所以 不會影響到 實驗結果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通常使用的是 硫酸來酸化它 接下來 我們將錐形瓶放在 低定管的下方 然後 然後將標準容易一滴一滴的加入 錐形瓶當中 當我們繼續加入過門酸甲的過程裡面 過門酸甲的顏色會因為過門酸甲跟硫酸 啞鐵反應而退去 不過 當 過門酸甲的紫色不退去的時候 我們說 這個時候達到低定的終點 也就是當量點 那本實驗 50毫升的位置濃度的硫酸啞鐵 加入0.1m過門酸甲20毫升的時候 會達到當量點 那麼以下呢 我們就要利用這個低定管讀出 加入標準容易的體積 使用氧化還原時 失去電子 與得到電子墨數相等的這個原理 來求出 它的位置濃度 接下來我們要來說明 什麼是氧化還原低定的終點 也就是當量點呢 我們首先看一下過門酸甲跟 雅鐵離子反應的反應式 我們在低定的前期 紫色的過門酸甲 跟雅鐵離子反應的時候 會變成很淡 紅色的 二架猛離子 那麼這個時候過門酸甲的紫色會退去 所以我們不斷的滴入 過門酸甲的紫色 可是這個容易啊 會維持原來的顏色 可是 當我們 滴入過門酸甲 時這個紫色如果不退去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 雅鐵離子完全用完 那我們滴入的過門酸甲 不會再反應了 所以就會維持它的紫色 所以 到達終點時 過門酸甲的紫色是不會退去 那麼我們如何利用這個反應的數據 來求出雅鐵離子的濃度呢 傳統上我們可以利用化學激量的方法 依照 反應過程裡面物質的 莫數比 等於反應式的係數比 所以過門酸跟離子的 莫數與鐵離子的莫數比 應該是 1比5 那我們都知道 水溶液裡面融池的莫數 等於 濃度乘以體積 那本實驗用50毫升的 未知濃度的硫酸 雅鐵 加入0.1m的過門酸甲 20毫升達到當量點 所以 過門酸甲的濃度乘以體積 比上 雅鐵離子的濃度乘以體積 應該等於1比5 那我們 我們把這個數據帶進來 也就是0.1m的過門酸甲 乘以它的體積20毫升 應該等於雅鐵的濃度乘以50 應該等於1比5 所以 我們用化學劑量的方法 我們可以寫出 雅鐵離子的濃度是0.2m 然後我們用化學劑量的方式來求取這個濃度 必須寫出過門酸甲 跟 硫酸雅鐵反應的 這樣複雜的反應式 我們有沒有其他更簡便的方法 不要寫出完整的反應式 就可以利用氧化還原低定的方法來求 雅鐵離子的濃度呢 我們都在的 跑程式 仔細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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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алы